台湾美国商会就在今天晚间 举办了一年一度的限年饭 蔡总统制则的时候就表示了 说台美贸易屡创新高 而且21世纪的贸易倡议 取得很大的进展 下一步是持续要寻求FTA的 自由贸易协定机会 同时也承诺了说台湾 不会成为两岸中的挑衅者 而是确保印太跟两岸的和平稳定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 也有特别出席 提到会希望持续跟台湾的 台湾在商业上精密合作 共享民主杂志 总统会跟美方谈什么 昨晚蔡英文参加台湾美国商会 2023年的限年饭 行政院长陈建仁 以及近期访台的AIT主席 罗森伯格也参加 还有地方首长一同共襄盛举 台北市长蒋湾 新竹市长高鸿安 台中市长卢秀燕 都是座上宾 庆祝台美关系迈入新高点 在过去6年 台湾和美国 美国已经增加了 几乎85% 昨年 比特币市长达到新高 总统是美国的120亿元 突现台湾和美国 是彼此优先的贸易和投资伙伴 罗森伯格则提到 这是他第一次以AIT主席身份与会 也已经看到台美共好的巨大潜力 对于中国以各种理由 军事扰台 罗森伯格强调 北京当局没有理由 美国也遵循台湾关系法等原则 展现对台湾的承诺 保障区域和平稳定 今年现年发展盛况空前 现场超过650位商会会员 还有超过140位政要参加 用民主商业持续深化 与美方交流 今天分享小学生 台湾长报道